在岁末寒冬之际,花莲市国庆里的开林宫目击信徒的爱心 31号将白米、沙拉油等民生物资捐助给新城乡的弱势家庭和机构 花莲县开林宫善心协会的会长李伟成表示 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凝聚社会大众的爱心 让更多弱势的族群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由于社会的不景气 利收入户以及弱势团体生活上更加的困难 有见于此,花莲开林宫供奉主神开张圣王神威省鹤 护佑众生呼应信徒大爱捐白米,生活物质来寄助关怀弱势 而这次关怀活动则是由新城下面代表陈伯昌 向会长花莲县开林宫善心协会会长李伟成呼应这次的关怀活动 这次从我们来台湾和我们新城的船长 尤其是我们阵宝珠议员和陈伯昌代表 与我们支持 我们这个博会 这次从十四年前到现在 已经连续在办这个 北米在帮助我们户军 这个村里这个 保护人弱势团体 弱势低收中复 今天呢 我们就是来木桌 以这个小鹅金款的 来买一些木桌和这个年财 和这个北米 我再次来这个 这个 这个客房 这个我们新城 这个弱势低收入户 过年的时间嘛 然后配合发放一些物资 那相信各大公益社都有在做一些活动 那今年我们的年菜部分主要是捐赠新城乡 配合一些边缘人或是敌收 行众不方便的 那也感谢我们的政议员 还有陈代表 我非常感谢我们的开林工善心协会 这次特别特别的帮忙 我们新城乡的这个弱势家庭边缘户 所以我们 我们的好多村的村长 就是我们大安村的村长 还有我们宋安村的村长 新城村的村长 还有我们两代表都感同身受 非常感谢我们开林工的这个善举 也希望 因为我们新城乡是比较穷乡品 是比较辛苦一点的 那非常感谢台湾 也希望能够共襄盛举 也感谢也有台北善心人士帮忙 再次感谢我们的开林工善心协会 31号由会长李伟臣总干事刘志冠和李坚士们 代表捐赠百米等生活物资 捐赠给新城乡相信的低收入户 会长李伟臣表示 民国97年成立照顾低收入户活动期间 受到各行各业的肯定以及支持 也希望社会先进大德 再给他们支持 让这项工业活动能够永续长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